在积极聆听当中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怎么样去问问题 现在给大家一些的例子 怎么样问问题的技巧方式 目的是能够帮助大家有一个好的讨论 我们平常问的问题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是还是不是答案的问题 这一种叫close question 就是关闭式的 你吃饭了没有 你饿不饿 你这个项目做完了没有 这个就是答都是是还是不是 这样的问题好不好 不好 因为你就是没有机会让他们更多的发挥 只是好还是不好 是还是不是 像孩子下课回来 很多时候说今天上课好不好 他们就很快就说好还是不好就走了 就不跟我们讲话了 可是你要换一个方式 不要问关闭式的 应该问开放式的 你说今天让你最高兴的是什么事情 你这个做这个项目最让你觉得挑战的是什么 所以当我们问开放式的时候呢 就非常有机会去让对方表达跟互动跟交换 平常这些开放式的问题呢 都是为什么 为什么 如何 何时 何人 何地 怎么样 这些都是开放式的 这些都是开放式的就像这些列出来的 你怎样看这个情况 你对我所说的有什么样的看法 你对这个事情的角度是什么 你希望看见事情的发展是怎么样 如果我们这样继续努力呢 你觉得如何 有什么样的机会是对我们 可以开放的呢 这些都是很好的开放式 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问好的问题 而且是问一些开放式的问题